大家好,我亲,新人UP 这次我们来拍点一下新手前期优先值得培养的职务 首先,对于蓝卡 借助著名专家卧夏拜德所说 12卡牌千千万,自古蓝卡出神器 没错,对于蓝卡 首先要培养的肯定是游弯 输出控制性价比,接黑体的神技职务 主要用途 平民无尽中配合高线卢慧击退僵尸撑到最后一波 配合火炬,磁火开大 打无尽或者追击Boss的主攻手 高线主线推关也是不错的选择 双人可以用,但有个有选,越高阶越好 必须5阶,获取途径 植物探险通关恐龙第5关困难后获取 2,猜问 这个植物必须升到4阶 主要就是中卖大招追击做眩晕任务 打超Z拿高分就场都不错 获取途径,潘逸追击稳定获取 3,原始向日葵,双包向日葵 这两个植物是蓝卡中产阳光的两大重要植物 前者潘逸克堂稳定拿4阶 后者挑战模式获得 原始向日葵优势是冷却或许快 双卖大招,产阳光,兼具刷新币 双包向日葵必须弄到4阶 主要是回忆追击宽量模式 追击超Z前期生产阳光,主力军 大招配合3000技能,一口气600阳光 搭配贝蕾效果更佳 早点种植速刷植物,冲击追击高分 4,魔云甜菜,飓风甘蓝 吸减吹组合之2 某干大法是绝大部分平民收割 无尽世界僵尸中必不可少的植物组合 必可填鼠,简直吸减吹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魔云甜菜在追击中 也有正非僵尸诸如飞索等作用 获取突净 魔云甜菜通过挑战模式巨人危机获得 或者派尼黑店或冰河无尽挑战 推荐指挥栏目中获得1阶 5,大嘴花 对决大部分玩家来说肯定以无尽为主 必须升到5阶 拟败5阶技能给小型僵尸免被参观他的长盗 减换卡顿 获取毒性 派尼克塔拿4阶 剩余的80碎片从黑店原部挑战中获取 6,时代探索者 黄瓜森林秘境普通模式第一天即可获得 主要用于回忆之旅 与吹关前期过渡 追击第5关 前期非常亮眼的一次性植物 一界完全够用 7,原始坚果和板栗 这两个唯一个类型 都是一界完全够用 主要是双刃模式 阵队5回合橄榄 百里帕爆尖和辣椒僵尸与其他僵尸打配合 一般三界位用原界效果更好 当然还有像灭火菇 能量花三一草前期过渡的翻十六 都是不错的植物 就不一一禅出啦 对于子卡而言 重点拍摇 1.蓝莓 无尽追击打BOSS的核心之物之一 虽然原玩大招配火炬输出更猛 但不吃能量斗加全民索敌加获取方面的特点 对大部分玩家来说肯定有用 各场拿4阶之后 在原木挑战的世界 剩余的40碎片在黑店 有没有精品宝箱 无定是更新的无定商店 过去 终于军炮虽是蓝莓的上位 但必须5G 而且会需要太少 基本上只能通过新月团购 或者倒霉转盘C位植物过去 对于那些东不东就几百块的5G植物 你去花自己性能钱 不如去耗羊毛 正好拼罗多乘着八重年大促 发金TF 直接秒杀2023元 现金很棒 本来以我也不信的 就随便设了事 结果不用拉人 直接打着我的账户 哎 麦克风就是用这笔钱买一下的 剩下的还能生存好的 这也太香了 入口我防视频下方了 退出全屏点击直接抢 抢到就是血传 能看到链接还有名额 赶紧抽吧 白条 趁现在 赎接上回 2 无惠 用于双对决3 5G未提高输出 无尽辅助原神控场 给主攻手增加输出打无尽追击boss 获取突进 打完父亲第八天困难 解锁植物探险获得 必须3G以上才能拿出来 3 小黄梨变成茄子 小黄梨主要就是双对决一阶为低费辅助开局 以及开大招打攻击boss 一剑三连 boss直接扬尾 一阶完全够用 获取取材料偏少 通过幸运团购 双对转盘加烟滑获取 变成茄子也是偏关键油植物 主要用于追击配速刷植物双管斜下 回忆之旅配贝雷等植物 达到1加1大约2的效果 获取突进 喊尼黑殿 当然 像各种向人窥也是不错的 要么1阶 要么4阶 主要用于回忆之旅简单模式 猴子 由于对战商业下架 导致户取取权少了很多 这个植物要么1阶 要么3阶 主要用于双人对决3 5阶位和无尽软控 5阶输出很高 但获取少 打包是有更好选择 对于成卡而言 有用的植物不算少 柱形这里留了一些相对容易好拿起来实用的 1.冰龙草 主要就是用于回忆之旅 双人模式 无尽灭火 效果都很不错 1阶完全足够 在恐龙危机无尽推荐植物栏目中 400后500算购买 绝对赚 2.猫尾草 肯定也用于回忆之旅 虽然一带植物就算没获得都能用 比如南瓜草我没获得也能选 但获得之后可以给植物带攻击挂件 还能提高加速等级 何乐而不为 或许途径 双人对决断为奖励领取 3.仙人掌 很难得的贯穿玩家全鸡的植物 普通关卡回忆距离 追击速刷 同时自身普通攻击 针对回忆距离的鸡 并用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这个植物最好四阶级以上 获取毒精偏少 基本上主要就是看团购 尤其是心愿团购 不定是有没有出现了 毕竟转金也名存实亡了 4.雄果 无尽专属植物 靠大周吃饭的植物 主要是远生大周 点心卡顿 配合瓷砖开大也能速刷 适合摇滚等 不适合五阶大嘴清场的无尽 获取毒精 上完礼包988钻获取 5.天使 天使基本上也是典型 靠大周吃饭的植物 这个植物获取取消就偏少了 基本上就转金 或者田园商店 不定时更新出现 6.秋葵 本期秘宝具有秋葵 一般秘宝抽个一阶秋葵 就可以收手 不用继续抽了 植物版属于低阶强 但高阶一般的植物 前期对冠肯定不错 同时也可以用于双人对决 一阶味 当然还有一些实用性不错 但要么好用 但获取徐道少的可怜的 比如山竹瓷砖树根 要么狠吃高阶 比如机箱火龙草 保龄球 必须四阶或者五阶 这里就不一一阶述了 对于绿卡而言 1.冷静草 用于回忆之旅部分关卡 无尽挑战配合原生的植物 一起打boss 又是时不夸费能量斗 普攻输出对单体伤害高 同时还可以应用于追击第五关 获取途径 挑战模式获得 2.复活萝卜 用于回忆之旅解答模式 复活贝垒 未来世界无尽复活 被激光扫掉的植物 通过植物探险获取 3.火区出装 用于佩可原始豌豆大招 打追击或者无尽boss 吸进对块拿三阶之后 佩可挑战模式弄到四阶 4.甜鼠 基本上就是无尽挑战使用 主要是佩可摩根大法巨龙后 收割十阶僵尸 要么一阶 要么四阶的植物 通过叛逆追击商店 黑店获取 此外还有一些绿卡也不错 比如三阶尸首可以提高 精英豌豆家族属性 数字投手一阶即可 无尽配合原神软控僵尸 暴剑用于回忆之旅 双人对决 一阶完全够用 获取来源 黑店获取 而对于白卡而言 基本上就是培养 卷心菜 豌豆尸首和贝垒 贝垒心心兑换375星即可拿 回忆之旅 追击无尽都可以用到 搭配下入葵类植物的 万剑游生产阳光植物的副公手 卷心菜 豌豆也可以弄到5节 但由于植物探险增加广告 导致圆湾探险到5节的时间 大幅度减少 以及课堂 指南的出现 重要性下架了不少 但还是推荐造型 弄到4阶级以上 大部分传送代官 或者选定植物棺 或者消消枯关卡 好的 以上是猪青对于 新手培养植物的大致总结 制作非常不易 欢迎各位讨论与点赞哦 好 我请你赞粉 下期再会